吓死人,机车格50元变300元,管委会大暴走 每天上下班时间机车大军涌现 行政院主基础统计平均每两人就有一辆机车 机车密度全球之冠 也让机车车位一位难求 彰化就有一个20多年的社区 过去机车停车费一格都是50元 近日却传出管委会大暴涨 打算将社区的机车停车费从每月50元一口气涨到300元 丈夫高达6倍 民众对停车费涨价各有不同看法 但专家指出 公益大线管理条例 它里面有一些区分所有全人会议可以决议的一些事情 只要区分所有全人会议通过 就是一道出息比例 然后出息的人处一般通过 那当然它可以调整管理费 专家也建议分阶段调账 以免造成住户反弹 地产中心采访报道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